刚刚有一个问题,同学提到 就是如果 偵测最后一列 什么叫偵测最后一列 像我们刚刚那个程式里面 是for i 等于 2到 101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范围,大家2是起点 应该是,通常2 这个数字是比较不会改变 会改变的就是这个 就是后面的 这个列号,有时候资料会增加 有时候资料会减少 那如果增减的话,岂不是说 你将来程式要在这边变动吗 你要不要一直变,那怎么办 就有个方法,你可以用追踪的 那怎么样追踪 基本上概念很简单,就跟你 游标放在哪里 因为通常编号 一定是会有的,其他 编号部分 一定不会空白 其他蓝也有可能空白,如果空白的话 追踪会失败 所以通常要追踪的话,通常是从 编号那边去追踪 为什么编号 一定有资料 那追踪一定是 整个范围的追踪,范围一定是 要连续的,连续才叫范围 所以如果中间切开来 那就不是一个范围,而是两个范围 OK 那我们可以把控制向下 控制向下 你会发现,如果你按控制向下 那它就会 帮你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101列 对不对 可是VBA里面也有类似 类似的这种写法 那所谓类似写法 就是说,我可以 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向下追踪的技巧 就是游标先放在A1好了 或A2好了,反正一般习惯是放A1 然后呢,向下追踪 追踪到的那个列 告诉我那一列的结果返还给我 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101那个位置 那将来不就是可以自动去 动态的产生某一个 最下面一列那个值的吗? OK,那这要怎么做 首先原理原则知道了 第二个我们来撰写程式 接下来的话呢,根据 刚刚这种原理原则 我们来撰写 那所以特别注意 我将来要把向下追踪的值 返还到这个位置 所以呢,请你把101稍微变更一下 把它删除掉 接下来用追踪 所以追踪的写法 其实云端上有了 其实你就改一下 OK 然后呢,我第一个就是说 我游标要放在这边 那你不是直接就放 就是说你先知道说从这边开始 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如果我们要表示的话 两种方法 可以用range 可以用sales 不过 特别注意,一般 假如说那个位置是固定的 固定的 不像说这个sales 这个我们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也有出现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哪一个储存格呢? 我要从A1 做什么呢? OK,所以第一个你跟他讲说 我要从A1帮我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 我是按Ctrl向下 可是如果同样的动作 在VBA怎么写? 特别注意,你先点一下 点 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 物件有没有 物件有没有 物件就两个东西 一个叫属性 一个叫方法 方法就是绿色的 做什么事情 那属性的话 就是一只手拿的资料 其实属性就是放资料的地方 OK,那放什么资料呢? 我希望 告诉我这个范围里面有个资料 我想知道 什么资料 你打个1有没有 结果会出现 end 告诉我这个范围的边界 什么边界 所以你就选 1.1and 这个资料呢 当然边界我们可以向下 向左 向右 向上 所以你前刮5一下 前刮5之后 你将上下见全 他会问你说 你要侦测的 请问一下 你要侦测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啊? 他就会出现三个选项 让你选 四个选项 有没有 XL 这XL 一般 这个特别是说 前刮5 向上下左右选 OK 然后呢 他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追中的方向是向下 所以你就选什么 XL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自己打 不过我建议有时候 程式尽量用自动产生的 用选的 好处就是 比较不会错 为什么? 因为之前有同意用打的 然后一看 好像没错 他一直红色字 为什么? 因为他把X 后面是L 他打成什么? 对 真的我看半天 真的 我看不出来 E跟L 因为现在是差异 那就一直卡住 如果说你用选的话 好处就是说 他一定不会错 因为这是他里面提供的 怎么让他选 比如说 打EMD之后 有没有? 你就先点 有没有? 我刚刚是这样 点 他出现E 就打个E E一样可以用选的 选完之后你可以 点两下 再按前刮弧 他就出现了 那因为他会被遮住 所以接下来有个技巧 你可以用上下键选 有没有? 选到之后的话 或者用滑鼠再点他一下 Excel down 然后后刮弧一下 这个动作意思是说 有点像Ctrl向下 那Ctrl向下之后呢 我们刚刚不是移到 那个101列 那101列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就向下之后 那再来最后一个 你要得到什么? 你要得到是哪一列 所以你就再点一下 打一个ROW 意思是说 你帮我向下追踪到之后的 那个结果 请你帮我把这个ROW ROW意思是 列的数字告诉我 所以这个ROW的话 里面就放 你向下追踪之后 那个列是哪一列 所以现在目前是101 OK 如果以后还有增加 这边10、101 那同样的方式 以后如果你要向右追踪 有没有? 蓝数有没有? 你可以改个方向 Excel 好像什么? Right 就是向右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 列是 对 然后蓝的话就COLUM 就得到哪一蓝 OK 其实道理可以差不多 所以我建议就是 你慢慢学VBA 就学一个概念 然后学一个它的原理原则 你就懂得去推 就不用死背 因为里面 你会发现 刚刚点下去一堆 其实有的东西 像我即便以前没用过 有时候就会自己去找找看 也没有类似 因为都英文 而且那英文都 其实算是比较口语的英文 有的时候其实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去找到你要的结果 OK 而且 是不是VBA 没有不知道所有的标准答案 OK 只要写出来没有错 就是对的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种写法 跟其他书里面写的写法 基本上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除非他们还超我的 OK 真的喔 没有标准答案喔 而且我这种写法 是我自己个人想出来的方法 OK 所以喔 如果有雷同的话 嗯 应该是 可能性 因为我没有超别人的 可是我看YouTube上面 有人 教的方法 教的内容 跟我发一模一样 OK 我想说 诶 感觉好像有点被 被删在的感觉 我感觉怪怪的嘛 但是我不会 我是觉得 诶 不错啦 反正有人愿意删在我 表示我还值得被删在 OK 好 那再来的话 这样就写完了 你会看移开 手指都变大写 没有发现 我刚刚都打小写 OK 这样的OK 这个地方101 没关系 你就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你不用傻傻再打一次 不过如果你要练习 我是建议多练习几遍 这样就OK 好来试一下 这样的执行的话 就是把它先清除 再执行 不过这样看不出 到底有没有差别 向下填满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把这两列好了 这样向下拉一下 反正就简单多做几个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刚刚写的一定会卡在101 就停掉 可是现在这样的结果 会不会OK呢 清楚看看 清楚OK 那如果这个呢 这个也OK 那表示说呢 他这个是可以握可 所以特别说 虽然这一行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 非常重要 虽然没什么 但是真的 很多地方有他就OK了 然后 再来的话 就是这一行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这里 当然我刚刚讲过 你从A1 向下追踪 或从A2 向下追踪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改1 改2 都OK 这边改1 改2 那当然 这个可以 比较有弹性一点点 OK 所以这边 应该是把101 101 改成这个 这样就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我是把它写在第14页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可以从这边去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看一下 尽量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自己要感受一下那个打字的那种感觉 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感觉抓到的话 以后你在输入VBA程式 你会越写越顺手 而且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出错 有没有 点下去用选的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是觉得VBA有个好处 它的这个工具 其实还蛮人性化的 也就是说里面很多东西不用背 清单里面都会提示的 那所以我通常会记什么 记就是那个关键的keyword 或者甚至记开头的字就好了 我只要找到开头后面大概就知道 我该怎么去找到我要的那一个属性或方法 里面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未来会更多一讲 那边里面到底属性跟方法怎么使用 其实都可以查得到那个相关的说明 也就是说你只要懂得物件的观念的话 那未来其实 就你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其实都办得到 OK 那甚至如果说有些属性跟方法 你不太会用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完之后 再参考一下 其实有时候录制聚集好处就是 它也可以帮你产生你想要做的效果 你再去比对一下 随便有些东西写不出来 就会知道该怎么去把你要的那个效果给写出来 可以试一下